什么 你们要结婚 我不同意啊 不是啊妈 为什么 哪有为什么 你要和这个整天赖在家里 什么都不做的小狐狸结婚 我坚决不同意 小夕 小夕你别生气 我妈就那脾气 张小伟 你要真想跟我有未来的话 跟我搬出去住 啊 好吧 远离老妖婆第一天 翻身浓浓把歌唱 舒服 来 嗯 哎 真热 我去 哪路的贼 搬家来的 吓死我了 你怎么进来的 这是我儿子租的房子 我怎么就不能进来啦 怎么了 大白天你鬼叫什么 把我儿子都吵醒了 你把钥匙给他的 他是我妈 他给我要我怎么呢 我跟他八字不合你不知道 要滚了 我得把我欺负死 别这么说 妈就是怕咱们从家里面出来不好吃 给咱们做点好吃的而已 过几天也走了 恨不得把家都搬过来了 那是要走的意思吗 哎呀不会 小蕊 把隔壁的房间收拾一下 我就坐在隔壁了 哎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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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 好了 想不到吧小狐狸 小狐狸 你以为从我家里搬出来 我儿子就能全听你使唤 哼 跟我斗 你还太嫩了 无聊 哎 你是一个聪明女孩 该怎么做 我想不用我这老太婆教你吧 我发现你这老太太挺奇怪的 别人都希望自己儿子幸福美满 你怎么就老想着使坏脚合呢 我就瞧不上你 嘿 我打从一开始我就没瞧上你 就你啊 配不上我儿子小伟 你儿子是万人迷呢 还是高富帅呀 哎 他的前途 是你耽误不起的 我 让开 不让 哎 你等着 为了我儿子下半辈子的幸福 我这个当妈的 绝对不会不管的 莫名其妙 变态 小心 吃饭了啊 哎呦 吃个饭还让人叫啊 真把自己当太上王了 噓 什么事 怎么了 还不让人说 小心 这可是妈炖了一下 我炖出来了 多喝点啊 很久没喝妈炖的汤了啊 儿子 你多喝点 这可是妈专门为你炖的 多喝点 嗯 知道了吗 嗯 嗯 怎么了 不舒服 啊 我不知道 最近你手背口就不太好 那你要不我给你煮的面条吃 嗯 好 好 那妈你们先吃吧 嗯 儿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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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来吧 哎呀 不用妈 小夕就喜欢吃我煮的面条 从小到大 妈什么时候让你干过这些活 哎呀 放心吧妈 现在的女儿子可不是之前的女儿子了 哎呀 现在的女儿子可是被磨练出来了 对付这也是啊 那是得心应手 来了来了 双面条 嗯 嗯 啊好香啊 嗯 我要你喂 好吧 啊 坏了 忘记放醋了 啊 我哥怎么那么难吃呢 发起重做 哎 好吧 那小夕都发挂了 那小的只能重做了 你动了 你这小狐狸你别欺人太甚了 哎 妈 妈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这个小狐狸 我自己儿子我自己都没舍得舍会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啊 最近好久没做支架了 我明天去做个美甲吧 嗯 哎 听说新开了个王府警哎 我们明天去那里逛吧 哎 哎 妈 怎么回会随着呢 怎么了 快快快 你看 这是你们单位礼局的女儿 妈都给你联系好了 哎呀妈 妈 你这是干什么 我跟小夕都快结婚了 你别开这种玩笑 开什么玩笑 你爸身处给女儿介绍 我的话跟你说 非常都可以把女儿介绍给你 妈 我现在已经有小夕了 你这 你们不是还没结婚的吗 再说 你跟这小狐狸 能长久吗 他一没学历 二没有家庭背景 他整天让你伺候着 傻傻不会干 傻傻都没有 妈 小夕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好 况且我俩是真心相爱 别闹了妈 什么真心相爱 我不管啊 这礼局女儿 你戒也得戒 不戒也得戒 要不 我就死在你面前 妈 你这 哟 到底是哪家的千金啊 后台这么大 要您老人家以死相逼啊 小夕 你听我解释 什么也解释 儿子 咱不怕他 小狐狸 既然你都听到了 你就应该知道 自己几斤几两 你赶紧给我儿子断了 我就不 哎 你就不怕那局长知道你儿子有未婚妻告你们诈骗啊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你俩别说了 闭嘴 妈 你看看 你看看这小狐狸的嘴脸多可恶 儿子 妈不愿你看见你整天跟着这小狐狸后面伺候着妈生气 妈心疼啊 妈我没有 我吃了我自己的妻子 我乐意 妈不乐意啊 她就是盼来害咱们家的 哎不是老太太 我自己未婚夫对我好怎么了 哎你是不是很久没有男人在你身边伺候着你 你羡慕你嫉妒你恨哪 你 你 妈你怎么了妈 姐姐姐 哎 哎呀 你别跳乱了 走吗她就出去 我妈家不来家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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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哎呀 哎呀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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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